国内首部民国宅斗大戏邓红颜正在无锡锦罗密谷的拍摄中 该剧汇集了胡静、刘松仁、温红、陈楚河等两岸三地的明星出演 讲述了民国年间一个江南首富苏老爷的豪门深院 其妻妾和子女们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然而令人艳羡的物质财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生活在同一个大宅院里面的五个女人展开了错松复杂、蜘蛛闭窖的争斗 胡静在剧中饰演一个民国时期的女汉匪 这是她三年以来首次重返萤幕的作品 因此格外的投入和用心 但全新拍戏之余 胡静也常常惦念家中的老公和儿子 据报道称 胡静与老公曾签订婚前嫌疑 其中最有名的《约法三章》就是胡静如果在国内拍戏 老公不管多忙都要带儿子到片场探班至少15天 每天必须发一张有儿子照片的彩信 还有每天必须保证通话时长30分钟以上 在当天的采访中 我们也向胡静求证了这一说法 婚前协议太严重了吧 就是不用签吧 但是这个是一种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吧 毕竟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不能说结了婚你就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大事也不管谁 尤其是有了小孩子 所以要互相迁就一下 那我觉得他是男人 他就迁就我吧 就真的有个老公提这样的要求来打扮 是他自愿的 不是我强迫他的 那每天包括通话时间也要到30分钟吗 30分钟太短了吧 如果一天只说30分钟的话 那说些吃喝拉萨的事 就那时间就没了 宝宝也过来 此次拍戏是胡静离开儿子时间最长的一次 而即将在11月13日过生日的他 最希望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老公带着儿子到剧组探班 这是我离开他最久的一次 之前最多都是最多最多就离开他20天 所以这次已经是一个多月了 然后他很生我的气 到现在也不猜 我有一个月了不跟我讲话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失败的 我现在我希望他可以让宝宝过来陪我吧 因为快过生日了 我也希望其他的东西礼物什么的都不重要 如果孩子能陪我的话 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很开心的礼物 此外刘松仁在该剧中饰演一位悲情的老爷 一改往日威严帅气的形象 而近来电视剧步步惊心的乐播 也令得他人气扶摇直上 剧中许多演员都因为步步惊心的大受欢迎 而片酬大涨不知道刘松仁是否也是如此呢 大什么 大涨就涨了很多 就身价涨了很多钱 哦那要看老板了 是因为郑嘉颖在剧部经历里面 然后片酬就涨了18万一级了吗 然后我不知道这边的片酬是不是也 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你们说那么多